游泳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运动 不过也有一定的风险 如今城市里的泳池越来越多 在泳池里面游泳 基本上不会发生危险事故 一方面泳池都分有潜水区和深水区 而且还有救生员看护 世界上有那么多泳池 也不发比较刺激危险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之最 今天我们来看看 全球最刺激危险的十个泳池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正题 在水上乐园中 海啸池很受欢迎 属于碧湾项目之一 有的海啸池能在每2.8秒 创造一次高达1.5米的波浪 有的甚至能造出3米的巨浪 号称能让人产生自身大海的感觉 2019年7月29日 中国龙井市 玉龙水运水上乐园海啸池 波浪太强 发生游客受伤事件 造成44人受伤 其中37人为轻微伤 经医疗处置后出院 俄罗斯的冬天 十分漫长 将近6个月的时间都会被白雪覆盖 俄罗斯人是战斗民族 体制都非常好 天生不怕寒冷 俄罗斯很多人喜欢冬泳 甚至连年龄较大的普京总统也会冬泳 在街面上也能看到很多只穿裙子的小姐姐 她们也会约好一起去游泳 甚至还会组织一些比赛 这是著名的女王浴池 素有死亡之池称号 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可爱岛 其上面被火山岩包围 与海水一径相通 从而构成了奇特的水势变化 这里水流变化无常 时缓时机 风平浪静之时 像是一个天然大浴缸 在里面泡泡澡是一种享受 但这个浴池性格怪异 变化极数 时时抽风 滔天巨浪拍来 连整个大浴缸都会被淹没 造成水流复杂 难于掌控 据记载已有29人丧命于此 爱极咸牙酒店 是位于巴黎岛的六星级酒店 爱极咸牙酒店泳池 是无数着迷于东南亚悠闲度假的游客们 新的坐标草升低 在这里 不仅能够在咸牙边 饱覆180度的转阔印度洋海景 还能够透过脚下透明玻璃体验 悬空般的惊险刺激 更可以在游泳时 放若鸟儿一样 欣赏高空美景 在这里 还可以享受顶级厨师 为你准备的美味佳肴 这样无敌的美景下 随便一个背影 都是一幅完美的画卷 以奢华著称的四季酒店集团 在赛伦盖提四季酒店的舒适房型 当然不必多言 此酒店最为著名的 旧蜀联CNN 也评论为 令人躺目结舌的泳池 未处原野中的无边际泳池 已是让人大开眼界 更重要的是 野生动物如大象 狮子 及花豹 都能在游泳时 伴你渔车 悠然自得的饮水 凝望 人类与动物 互相以不打扰的姿态 共存于此 幸运的话 还可看见大象 从长鼻中喷水玩乐 可说是最为野生的天堂 温哥华市中心地标性建筑物 DARC 在20楼设有一个玻璃底游泳池 让游泳者可以俯视距离地面 200英尺的壮丽景色 成为全程主木焦点 该游泳池也是加拿大最高的大型玻璃底池 泳池长38英尺 宽9英尺 最大深度超过5英尺 位于星巴威和赞比亚交界处的维多利亚大瀑布 瀑布顶端的悬崖边缘 岩石自然形成一堵天然围墙 河水奔流速度便会趋缓许多 被岩石挡住的部分 在瀑布顶端形成一个天然水池 落差有110公尺 水流以每秒1088立方公尺的高速急流而下 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游泳池 魔鬼池 也被视为是世界七大自然奇迹之一 在欧洲北领地首府达尔文 就有一座鳄鱼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内不仅能够亲眼目睹这些体积庞大 生性凶猛的鳄鱼 更能获得与这些庞然大物来个亲密接触的机会 就是体验世界上最受欢迎 并且独一无二的旅游项目 死亡之龙 近距离的以恶共勇 死亡之龙其实并不是龙子 而是一个约三米高 一次可容纳一到二人的全透明原柱形水缸 当体验者进入到这个水缸中 人与水缸会一同沉入生活着凶猛咸水饿的水池中 这时候工作人员就会开始在水缸旁喂食 让水缸内的人看着鳄鱼在离自己不到30公分的地方用餐 美国休斯顿一栋新建的豪华大楼 大胆穿心地选择在40层楼高的地方 盖了一座向外延伸的游泳池 如果当你在游泳池中一边游泳时 还能看到40层楼高以下的车辆 从你的脚下呼啸而过 许多人看到后 纷纷想尝试在城市上空漫步的感觉 这栋豪华大楼名为市场广场大厦 在脸书发布了在空中泳池漫步的影片后 许多网友 一看到脚底下那些比大拇指还小的汽车 仍然腿软着大喊 我不敢 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就有一座世界上最深的游泳池 尼墨33 尼墨33泳池非常特殊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水温一直都保持在33摄氏度 同时 这个泳池的最大深度约为113英尺 相当于石层楼高度 尼墨33是由比利时潜水专家 约翰·贝尔纳奇设计的 耗时7年 花费700万欧元 他将尼墨33设计为一个 集潜水教学 娱乐 电影制作 等多用途的创意泳池 水下很有海洋的临场感 让人能够真实的体会到深海潜水的感觉 尼墨33是一个设置不同深度的富士泳池 允许游客 随心所欲的下潜到任意深度 泳池还有一个水下电梯 你想到什么高度 都可以通过电梯来调整 不仅刺激 而且好玩 可以说是非常人性化了 泳池中 引入高度过滤的天然泉水 利用太阳能加热 让水温能保持在33摄氏度 来模仿加勒比海深海的环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啦 喜欢小编的视频 帮忙按个赞与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